全世界最神奇的十种植物 地球上有大约39.1万种不同的植物 其中 有些植物以独特的生存方式 奇异的形态和神秘的特性让人叹为观止 在南美洲的安地斯山脉 有一种神奇的植物 开一次花就需要上百年 新西兰丛林中的一株小灌木 竟能结出如同蓝宝石一样的果实 原产于意大利的神奇兰花 长得竟然如同一个男人 有的植物生长了3000年 但是高度还不到两米 有的植物如同一个精巧的机关 能通过暴打昆虫来传播花粉 本期视频 齐去醉套将为你带来 十种与众不同的神奇植物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植物的奇妙世界 请先点击订阅 现在我们一起出发吧 第十名 启丰千里木 启丰千里木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植物 这种植物生长在非洲第一高山 起立马扎罗山 它们是起立马扎罗山的特有植物 启丰千里木 看起来头重脚轻身材非常巨大 但是这种植物 其实是蒲公英的亲戚 在植物学分类中 它们属于菊科千里木树 它们通常生长在起立马扎罗山 海拔3600至4300米的高海拔区域 这里土壤贫瘠 空气干燥 自然条件非常严酷 白天光照强烈 但是到了夜晚 气温会骤然降低到零度以下 为了在这种极端环境中生存 启丰千里木 进化出了超强的适应能力 在夜晚来临时 位于枝头顶端的叶子 会像卷心菜一样 向内卷起来 在内部形成一个如同温室一样的空间 从而避免幼崖在低温环境中被冻坏 等到白天太阳出来后 卷曲的叶子又会慢慢地伸展开来 非常神奇 除此之外 启丰千里木长出新叶片后 枯萎的旧叶片并不会掉落 随着时间的推移 枯萎的叶子在树干上不断地积累 并紧紧包裹在金干上 就像给枝干穿了一件厚厚的棉衣 使得整根枝干显得非常臃肿和怪异 站在启丰千里木高大的枝干之下 让人恍若来到了地外星球 启丰千里木的生长速度非常缓慢 它每年仅能长高1至5厘米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它们的生长速度还会逐渐减缓 不过这种植物的寿命却很长 许多高大的植株能长到10米以上 植物专家通过枝干上的枯叶 来判断它们的年龄 让人惊讶的是 这些高大的植株 都已经存活了200年以上 第九名 小红嘴 看到这个超级性感的樱桃小嘴 你会不会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在多肉植物的世界里 这种被称为小红嘴的多肉 绝对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小红嘴属于翻形磕肉椎属 是一种原产于非洲南部的多肉植物 它的植株小巧精致 整体呈蓝绿色 表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白霜 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最让人惊奇的就是 它那微微上扬的红色小开口 竟然和人类的嘴唇非常神似 这也正是它被叫做小红嘴的原因 小红嘴的生长习性十分有趣 它喜欢冬暖夏凉的气候 最佳生长温度在10摄氏度至30摄氏度之间 每年的春季和秋季是它的生长旺盛期 而高温的夏季来临时 小红嘴则会进入休眠状态 小红嘴的花朵也非常惊艳 它的花朵通常在秋季时开放 花朵会从对生叶的中间缝隙中伸展出来 颜色非常鲜艳 开花时 它的花朵几乎可以将整个植株覆盖 非常娇美 小红嘴就像一个多肉介的微小精灵 放一盆在室内的窗台或书桌上 不仅能为家居环境增添一抹生机 还能吸收有害气体 是一种理想的室内盆栽植物 第八名 蜜丛卧沁 你会不会以为画面中这些黄绿色的植物是苔藓 其实这是一种灌木 它们生长在治理阿塔卡玛沙漠的高海拔地区 被称为蜜丛卧沁 它们外形类似苔藓 但实际上它们是散心科的一种灌木 它的植株由成千上万条的枝干组成 每条枝干的顶端都有一组小绿叶 这些小叶片紧密地簇拥在一起 形成一个巨大的绿色垫子 看起来非常像是一块长满苔藓的石头 这种叶片紧密簇拥在一起的结构能使它们在极端干旱的环境中减少水分蒸发 也使得整颗植株非常结实 甚至能够承受一个成年人的重量 逆从卧禽的生长速度极为缓慢 研究发现它们每年仅能生长1.5厘米左右 在阿塔卡玛沙漠这样极端干旱的环境中 逆从卧禽通过吸收海物中的微小水滴来维持生命 它的生长环境极为恶劣 白天温度可达25摄氏度以上 而夜晚则可能降至零度以下 但蜜从卧禽依然在这里顽强生存 许多植株的年龄甚至都能达到3000年 由于这种植物的质地紧密而且干燥 所以很容易燃烧 过去当地原住民常在寒冷的夜晚 将这种植物点燃来取暖 如今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活动的增加 蜜从卧禽的生存环境正在逐渐恶化 这种古老的植物也正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第七名 大叶仪塔 你见过叶子最大的是什么植物 有一种植物因巨大的叶子而闻名 它就是大叶仪塔 大叶仪塔又叫大根奶拉草或巨人大黄 是小二仙草科跟奶拉草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它原产于南美洲巴西的亚马逊和流域 大叶仪塔的叶饼高度能达到2米 一片叶片的直径可以达到1.5米至3米 这意味着一片叶子就能铺满一张双人床 大叶仪塔是目前已知叶片最大的草本植物 它的叶片不仅巨大 还带有粗糙的纹理和小秃点 它的叶柄粗壮且布满尖刺 形状很像一把天然的带刺雨伞 除了让人惊叹的巨大叶片 大叶仪塔的花絮同样引人注目 它的花絮如同一个圆锥体的宝塔 形状和蚂蚁的巢穴非常像 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 大叶仪塔对生长的环境要求非常高 通常它们生长在土壤肥沃 阳光充沛的溪流或池塘边 由于大叶仪塔硕大的叶片 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 因此它常被用在园林景观设计 或者作为大型盆栽 摆放在大门或门廊两侧 也可以种植于水岸边或山石边 为园林增添独特的自然气息 不过大叶仪塔的种子萌发率非常低 而且它们繁殖速度很慢 想要成功栽种它们并不容易 第六名 蛋白石梅 蛋白石梅是一种令人惊叹的小灌木 这种植物的果实非常独特 被誉为挂在树上的兰宝石 蛋白石梅也被称为沙燕果 它属于嵌草科抽叶木树 是一种多年生的小灌木 原产于新西兰 蛋白石梅的花朵很小 花灌为漏斗状 它们雌雄一株 雄花和雌花分别生长在不同的植株上 蛋白石梅的果实是其最大的亮点 它的果实为半透明的球形或椭圆形 直径约5至7毫米 常常带有深色斑点 果实的颜色随着成熟 从白色转变为深蓝色 有时带有蓝色的条纹 宛如一颗颗璀璨的蓝宝石 挂在细弱的枝头 看起来晶莹剔透 极具观赏价值 这种独特的外观 让蛋白石梅 被众多网友称为 挂在树上的蓝宝石 和宝石臭叶木等 极具浪漫的称号 除了观赏价值 蛋白石梅 还以丰富的营养成分 而备受推崇 它们富含抗氧化剂 维生素Ce和多分类物质 这些成分具有出色的 抗氧化能力 可以帮助身体 清除自由基 延缓衰老 同时 蛋白石梅还具有增强免疫力 提高身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 甚至对保护眼睛健康 也有显著效果 第五名 安蒂斯女王 安蒂斯女王也叫普亚花 是一种生长在秘鲁和波利维亚的 安蒂斯山脉中的神奇植物 它们以巨大的花絮和独特的生长环境而闻名 安蒂斯女王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草本植物 和最大的开花植物之一 这种植物属于凤梨科 它们通常生长在海拔3200米到4800米的寒冷荒原上 那里气候条件恶劣 生存环境极为严酷 但它们却能在严酷的环境下顽强生长 并且能长到12至15米的高度 如此巨大的身形 使得它们在荒原的高原上显得非常壮观 因此 它们被称为荒原上的植物女王 安蒂斯女王的生长周期通常都非常漫长 它在寒冷的高山上缓慢地积累能量 一般需要大约50到150年才能开一次花 开花时 它的巨大花岁能长到10米高 而且它花岁上面分布着多达2万朵小花 整个花岁就如同一座巨大的宝塔 上面花朵洁白如玉 花香四溢 虽然安蒂斯女王积聚了上百年的能量才开一次花 它的花期却只有短短的2到3个月 安蒂斯女王一生只能开一次花 开花对它们来说也意味着死亡 等到花朵凋零之后 整株植物便会枯萎并死亡 不过一颗安蒂斯女王仅有的一次开花 竟能留下多达800至1200万粒种子 然而由于它们生长的环境极端恶劣 这些种子的发芽率非常低 随着全球变暖导致的栖息地丧失 再加上人类活动的破坏 如今安蒂斯女王的数量也在急剧减少 目前这种植物已经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宾威物种 第四名 花柱草 花柱草是一种充满了智慧的小巧植物 这种植物最让人惊奇的是 它能将自己的花锐弹射出来 暴打昆虫 驱赶昆虫为自己传播花粉 花柱草属有300多个品种 它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西南部 以及东南亚 在中国南部也有少量分布 花柱草的花柱是双性花 花柱中央有一根雄蕊和雌蕊合生的和蕊柱 这根和蕊柱就像一条粗壮的胳膊 平时弯曲在花瓣的一侧 当有昆虫触碰到花瓣时 和蕊柱会以极快的速度弹射起来 朝花瓣拍打过去 将花粉拍落到昆虫身上 受到惊吓的昆虫便会乖乖地带着花粉 逃向其他花朵 从而帮助花柱草完成兽粉 弹出来的和蕊柱一般在几个小时之后 会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恢复的时间越长 其积蓄的能量也会越大 下一次出击也会更加强劲 一株健康的花柱草 每次打击昆虫的反应速度 可以达到0.015秒 而且打击的力度非常大 当人手触碰到花瓣时 弹射出来的花蕊打在手上 甚至能听到啪的响声 花柱草这种独特的传粉过程 充满了智慧 就像一个精妙的机关 为我们展示了生命的无限可能 第三名 九尾狐 在仙人掌科的众多成员中 九尾狐是一种外星奇特 令人叹为观止的植物 它的外形宛如传说中的九尾狐 也很想猴子的尾巴 因此 这种植物被原意爱好者们称为九尾狐或者猴尾柱 九尾狐原产于波利维亚的圣克鲁斯省 它们通常生长在陡峭的悬崖上 它的形状像是一个下垂的柱状体 直径于两厘米 长度可以长到超过1.5米 成熟的九尾狐表面覆盖着长度可达4至5厘米的白色绒毛 这些绒毛柔软而密集 使得整个植物看起来毛茸茸的非常生动 九尾狐的花期一般在夏秋季节 它的花朵红艳似火 在花朵的点缀下 整颗植物显得妖娆妩媚 而且 这种植物不仅外星奇特 它的生命力也极为顽强 在适宜的环境下 它们生长非常迅速 除此之外 九尾狐的繁殖方式也颇为独特 通过扦插或嫁接 就可以轻松地将这种奇特的植物 引入到你的花园或阳台中 在园艺爱好者心目中 九尾狐盆栽象征着日子越来越红火 它还被认为能提升事业运和升学运 同时 它还具有招财拿福 挡煞辟邪的寓意 而且 这种植物很容易养护 因此 它也是许多多肉植物 爱好者的新虫 第二名 裸南兰花 如果花朵长成了人的形状 你会不会觉得很神奇呢 这种长相羞羞的逆天植物 就像它的名字 形状如同一个没穿衣服的男人 裸南兰花 学名意大利鸿门兰 属于兰科鸿门兰鼠 这种植物的花朵形状独特 花片成头盔状 带有暗色条纹 整朵花的造型 就像一个戴着草帽的男人 因此被叫做裸南兰花 裸南兰花 原产于地中海沿岸 生长环境多样 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它的花期主要在4到5月之间 一般可以长到20到50厘米的高度 顶部花碎5到15厘米 花朵密集分布在花碎上 它的花朵较小 一般是粉红色或紫色 少数花朵为纯白色 整朵花的样子非常特别 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关于这朵样子很不正经的小花 在西方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 据说 如果一个男人生前特别花心 来世就会变成裸南花 短暂开放之后凋零 让所有人都看到它的丑态 第一名 草树 草树是一种生长在澳大利亚大陆上的奇特植物 属于阿富华科黄枝木树 是一种长绿灌木 约有28到30个不同的种类 它们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东部和西南部 草树虽然被叫做树 但是它和真正的树木却完全不同 草树的枝干并不是树木一样的木质结构 它的枝干由无数老叶子的肌部紧密堆积 并由植物自身分泌的树枝粘合而成 这种独特的生长方式 使得草树的树干既坚硬又富有韧性 草树的枝干顶端是一个类似草丛的棺状结构 它的叶子细长如同钢丝 叶子的颜色长绿且富有光泽 它的花絮为圆柱形 长度能达到1到3米 花朵为白色或略带乳黄色 草树是一种生长非常缓慢的植物 它的枝干每年仅能生长1至2厘米 一棵植株成熟可能需要上百年的时间 不过草树的花絮生长速度却非常快 开花时花絮每天就能生长约300毫米 但它的果实成熟却需要2到3年 草树在澳大利亚原著名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 原著名利用草树的花蜜制作饮料 它的树干分泌的树枝还可以制作成粘合剂 花杆则被用于制作狩猎工具 而且草树还是西等许多昆虫的栖息地 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 是澳大利亚自然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是澳大利亚最独特的自然遗产之一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您还知道那些神奇而有趣的植物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